画面中,来自香港的医生刘信通正给前来咨询的客户介绍由他所在的医院开发的港医通APP 患者通过该软件,可实现线上问诊、港澳医生、了解医疗资讯等 7月30日,位于广州南沙广东医谷内的信心综合门诊部开始运营 意味着港药达服务正式落地南沙 港澳人士在南沙看病就诊,可使用港式诊疗和用药 据了解,信心综合门诊部互联网医院目前已有首批9名香港医生完成注册 其线下门诊部开设内科、妇科、精神科等9个科室 在南沙的港澳居民到信心综合门诊部周诊后 去了享受港澳医生专业的医疗诊断服务外 可以在诊断后根据实质的医疗需求 开具港澳常用药的处方 享受港澳居民习惯的港医港药服务 据介绍,港药达主要服务于在南沙居住的港澳人士 覆盖全不能合规在香港开具处方的药 除精神科、麻醉科药类 其中这项服务最适合需要长期复诊及服务药物的慢性病管理 药物从港澳地区通过信封树运快速的运送到患者手中 一般周诊后一到两天就可到达南沙 全过程通过区块链技术跟踪 药物的运输到达南沙患者居住后 所以可核实患者本人身份后才可牵收药物 全流程都实现避缓可查 信心综合门诊部互联网医院负责人刘信通表示 医院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技术创新 实现香港医生在线上或线下接诊在内地的港澳患者 未来医院还将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邀请外国专家进行远程会诊 可以透过港澳医生条例注册在这里 静体病人 但是另一个在加拿大的就不行了 但是它可以大家做个线上的会合诊 所以我们都会发展一些 譬如三方会诊的技术 它就可以提供它的医疗意见给本地的专家 一起去看一个病 这件事对病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来自台湾的陈振龙有30多年的从医经验 目前他在信心综合门诊部互联网医院 担任首席医疗官 陈振龙坦言 南沙有很多创新政策 能让他把理想转为现实 因为这边的政策比较开放 再就是因为它这边是有两岸势力的 专家都在这个地方 也吸引我对这个平台 有更多的关注 透过我跟他们的对话了解以后 我发现说这边我可以做更多事情 为我们的百姓的大健康 健康管理 做一个更落地的一个前沿的方案 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据悉随着港药达服务不断稳定成熟 南沙将积极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推广该项服务